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郭文贵先生最近的一些言论来做一个采访 郑洁夫先生你好 我是西诺 请你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打个招呼 好 大家好 今天是中国的新年刚过 接到你的月牙变化 非常高兴 大家好 郑先生首先第一个问题是郭文贵先生他在采访中间 他声称他从来就不认识谢建生 也不认识郑洁夫 他说我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究竟有没有认识 究竟有没有样的关系 郑先生能不能作为他解答 郑洁夫先生这个认识不认识呢 其实在他所受的这个法律环节上呢 没有多大关系 我就做这个比较 这个比较是这样的 就像这个山上的一伙匪徒下山了抢劫 那么抢劫完了以后呢 他并不记得也不一定认识抢劫的对象 所以认识不认识我 谢建生我不知道 但是认识不认识我 与他抢劫的这个事实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或者说 并不因为认识和不认识我 而与这个抢劫的事实能够有什么出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 他说的第一是不认识 第二 这并不影响他抢劫的性质 所以我觉得只能是这样一个排断 我过去确实没有认识他 这倒是 但是他说他不认识你 他同时又说他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那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他过去确实没有和我发生过任何关系 那么在北京啊 我们在很多政策的一些交流当中 也没借过他的生意 因为他是很生命嘛 按照他的说法是很低调 这倒是事实 但是这个 他在华太的问题上 这个在四十年前 我个人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迪赖的预计 在这个问题上 大陆的这个法律会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交代 在四十年前 他所说的这些谎言也叫一文不明 嗯 那其实我们的听众呢 对华太这件事情呢 有的是了解一些 有的甚至没有了解 因为有的听众是刚刚 听到这个新闻的 那请那个郑建福先生 能够把华太事件 以及你那公司被 对国文贵抢劫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些 一些事实呢 给我们听众简单的讲一下 华太呢 华太呢 在国文贵的这个 呃 抢劫的这些对象当中呢 不算什么多大的标的 那么 华太呢 是一家由这个 近一百家股东组成的 柜台交易的 这个 呃 柜台交易的这么一家 总上市公司 那也就是说 他说起码他有 呃 我在呃 华太地 抢劫走的时候呢 应该说有94家股东 呃 辩护全国各地 那么 嗯 国文贵抢走以后呢 这个 华太在 进行股份制 这个改造以后 应该说 华太是有附带的 那么 呃 当时的帐列资产 就是拥有 呃 这个 拥有这个 天津 精兵发展股份呢 大概当时拥有 呃 呃 两亿多股 近两亿股 一亿八千多二股 那么按照当时 他抢劫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实际上来算的话 应该有 二十多亿到三十亿的这个 这个 一个租差的 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 呃 这个 赵宁安是我们公司的 毒素级成员 那么 他当时啊 负责这个 整个 我们公司的 资本用作 和这个 一些 就是上户柜台交易 的这些 法律事务 因为赵宁安 一直是 证券公司的交易员 那么 赵宁安呢 通过这个 司科印章 伪造我切字的方式 把这个 华太 抢走 抢走以后呢 那我们公司 就在贴金报了案 后来 赵宁安的 派财 是 财政部的一个 官员 那么 就找到了 当时在国文贵手下 任职的 郁晓峰先生 那么 郁晓峰先生呢 嗯 我也认识 那么 郁晓峰说 这个国文贵呢 实力也通贴 在 中国这个 拥有 非常 深厚的背景 所以 宝败 这件事 是 中文中的事情 所以呢 这就介绍了 这个赵宁安认识的 郁晓峰 那么 认识了郁晓峰以后呢 郁晓峰 是 没问题 我这个老你可以 但是呢 你的数是代价 所以呢 很快就从 华太的帐上 拿走了四个亿 那么 又从赵宁安手里边 这个 又大概拿走了一个多亿 那么 按照赵宁安的说法 说 他这个世界上 最恨的人 不是郑晓峰 而是郑文贵 已经 已经把赵宁安敲打 律师的 已经是 约约一细 最后还 说我要把赵宁安 和郑晓峰一锅混 因为 因为不把赵宁安办 他郑文贵也不得安宁 所以 到了后来呢 他就捏出 那个郁晓峰 讨了鱿 国文贵把这个 赵宁安 也整进去 那么 一门钱就 赵宁安 找赵宁安 要钱去 赵宁安在华队上 反正赵宁安的钱 也来漏不正 这是后来 这个郑文贵的手下 这个说的 说反正赵宁安的钱 也来漏不正 你们没钱 就找赵宁安 要去 所以在郑文贵 的这个 受益下 赵宁安 其实也最后变成了 一个受害者 就像许龙一样 许龙呢 是郑文贵的打手 最后把华队抢到以后呢 又被这个郑文贵 利用马街的手段 把它干掉 所以这些报道呢 过去在这个各个媒体上 包括我们国内的媒体 都有过报道 所以说呢 华队是一个典型的 对郑文贵 利用强缺 强度的案例 后来华队的这个公司呢 在郑文贵 把股签 通过赵宁安 这个变成了以后呢 郑文贵自速度 容易出于风险 他从华队和赵宁安 手里边 抛走的钱 赵宁安的钱也是 他过去赵宁安 也是一个 没有什么自材的人嘛 在我公司 是普通的员工嘛 是吧 这个时候呢 那么 郑文贵就把 这个华队集团呢 这家 柜台交易的公司呢 就非法地从天津 转到了河南 郑州的玉华区 那么在郑州有关 官员的贪户下 又把 就我们公司所拥有的 对外投资 全部抢走 从这个 河南 这个 把事情办完以后呢 河南公安认为 这个案子越办越棘手 后来 郑文贵认为在河南也 也不太好 所以呢 又搬到了 内蒙古的围厂 内蒙古的围厂 内蒙古的围厂以后呢 这个内蒙古 这个办事又不送手 又搬到了河北成德 所以这个 在短短的两三年里呢 一个 架持几十亿的公司 有一百 近一百家股东的公司 就这么搬来搬去 那么 郑文贵对这个过程 了如此章 他不会这么变化场地 变化这个注册力 就是在制造这个时间差 就是 按他的说法就是 管下拳 我们这么变来变去 再加上有马届的 背后的支持 所以这个官司根本没法打 他呢 每到一地 就动用 就买通了他的黑公安 那么 他现在国内 他自己所说的抓了那么多人 就是当时 郭文贵的大使 你看抓的人 都是在这个 国安系统和公安系统 包括 河北的张燕 正法委书记 所以在这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用作当中 所有的用作当中 就是抢劫当中 那么 我们就可以看到 郭文贵他们的 这个 一贯的手法是 是什么 所以他们这个 这个 这种 这种 违法乱纪的 这个猖华程度 和不得手段的程度 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 所以呢 就是从华带这个案例 就能暴露出一个 一个人做事的风格 他们的道德底下还有没有 所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认为 郭文贵所说的一切 那基本上就是谎言 嗯 他就 对于华带这件事情上 他支支不提 啊 但是他还是 打扮出一个一个受冤枉的 受天大迫害的这么个人 同时呢 他说呢 他的 事情出来以后呢 他寻找了 几拨人去进行 替他进行那个协助 帮助他伸冤 其中找到了一个 北京市公安局长 叫傅政华的 嗯 还另外一个呢 是前常委 另外一个一拨人呢 是现常委的人 啊 最终还有一个呢 是特殊人物 他把这四拨人呢 都求变以后 但是呢 他自己的问题解决不了 所以呢 前几天呢 他接受了明镜 啊 电视台的采访 他声称呢 我要 把这四拨人 全部揭露出来 啊 他似乎变成了 是一个 反腐的大英雄 啊 那么我们听众也就问 他如果手上有真凭实据的话 那么为什么不去中纪委啊 不去行事主啊 啊 啊 那把证据交出来不就行了 何必要心事动众 在媒体上打做文章呢 那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呃 这个 我虽然不用是郭文贵先生 但郭文贵更不屑于认识我了 因为郭文贵认识的都是很高级别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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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倒觉得很有意思啊 第一呢 这个 我觉得郭文贵先生呢 在这个时候 呃 出来这个 把这个 这个 这个 骂诈的这个 这个说话的层次踢得那么高 那么 我觉得这第一点呢 这个 可能是他自己 受到了某种危险 是吧 受到了某种危险 呃 是按照他所在 那个 他自己的表述当中 他公司和他的家人 那么多的人 被这个 这个 是吧 他的菜菜被控制 被锁定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呃 这个 是郭文贵先生呢 呃 在面临着 呃 这个 被追逃 被通缉的这个空间下面 他向中国的 这个 这个方面 进行了做 变效的威胁 和变效的喊话 我个人认为 这是 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我听完这个 他的这些东西 那么 顺便税定呢 就是郭文贵先生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个牌法呢 呃 像我这种受害者 应该说是很关注的 但其实我大致看了一下 我没有在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些事情本身啊 就是 原来他 在中国大陆 可以恒心无地 是吧 可以这个 为所欲为 是因为有马届 这个特殊的 背景 是国家安全部的 常务副部长 还有他手下 就是马届手下 那么多的 这个掌握特殊权力的人 在协助郭文贵 去干这些坏事 那么现在呢 他离开中国大陆 这么久 而且他在国外 这种 不负责任的 信口自华 可以 这个 另外呢 就是他在例子上 就是不管是朋友 还是敌人 只要需要 他送就可以把 把人送 就是利用这种超 超越一切的这种特殊权力 把别人给干掉 那么 他现在离开中国大陆 这么多年 应该说 不管是他的朋友 还是他的敌人 其实在这个时候 都不愿意再触及 或者是提到 郭文贵 写生这三个字的大名 因为这三个字 对大家来讲 出了这个恐惧 再就是 出了恐惧 剩下的就是仇恨 那么我当时 上一次采访的时候 我也提醒 我的老公呀 大家不要把事情 推到这个程度 你让所有的 你的敌人和朋友 都对你定于两个感觉 一个是恐惧 一个是仇恨 那么 你所说的一切 和所做的一切 那么它的价值在哪里 是吧 他还是一个佛教徒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就不禁说想到了 这个 就是回忆起来 前几天不是 这个刘晓黄先生 病逝了吗 那么国内呢 有很多企业家 也写文章 表示悼念 在微信上 和国内的很多 这个媒体上 都已经爆出来了 那么 刘晓黄先生呢 是在 他在盘古大关 抢劫这块地的时候啊 也是动用了特殊手的 抓进去协助调查 三个月 三个月出来以后呢 就这个 因为三个月进去以后呢 在光贵的 和马蝶的用作之下 没有得到一个 很好的治疗 这是我后来才得到 这些细节的 这也是大陆微信里面 公开说出来的 而且说这个情节呢 也都是好几个 很著名的企业家 和光贵先生的这个名称 一样大的企业家 那么 刘晓黄的这个离去不久 光贵先生呢 出来又讲了这么一番话 所以我们就 从这个看到 光贵先生是个佛教徒 你仔细回忆一下 从河南 再往前追溯 是吧 到北京 到全国各地 他所这个 在他的手下 为他发财致富 而付出承重代价的 加坡人往西里子散 是吧 甚至对 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的 这一个查查的这个系列 拉开这个清单 光贵先生应该仔细地回忆一下 所以我想 若他回忆一下这个清单 和他所做的一切 我觉得他自己应该心里边 既然是个佛教徒嘛 也相信这个因果关系 那么从这个因和果的整个过程 这个系列当中 他也应该误出点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我 我倒是更一个奉献 还是和上次的观点一样的 我对郭文贵先生的口才 对郭文贵先生的能力 和对郭文贵先生的那种智慧 超查的智慧 我本来表示非常非常敬佩 欣佩 但是这种智慧 这种超查的能力 和这种高超的技巧 你全部用在了这种 这个调取豪夺 用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事情又偏了 而且按照他自己说 已经到了保命的程度 是吧 他不是要保命吗 是吧 第三个呢 就是他要复仇 那么我想的话 你说 我就不理解郭文贵先生 是咱们的复仇吧 那你比如说 哎 那么我们打了这么几年 他不认识我 其实他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可能也就是上次 我们采访后前见识的 我听了国文贵的声音 因为我是充满了好奇 充满了恐惧 充满了这个 这个祈求一段时间 那么我是很好奇的 听了国文贵的这个 但是呢 现在呢 因为我们已经交往了 其实对他的这种 现在的协议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个了解就是说 你做出如果没有了底线 你还要叫过来复仇 你像华人说 你怎么复仇吧 那么你不过去说 那复仇我就认为 第一我们中国法律 那么大家现在中国的 我认为了 中国的这个 这个法律制度的健全 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 习近平上台以后 那么 那么 逐步逐步 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改进 是吧 特别是抓了追踪以后 那个是大陆的苏法制度 建立健全 我认为了有明显的进步 绝不是郭文贵所受的那样 一团黑 绝不是那样的 所以呢 这个 他所受的这一切 对于我而言来讲 我认为呢 我不知道他复仇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他能够 辅到哪个程度去 是不是 那个 他足足上进去 就到这种恐怖地方 那郭文贵在采访中间呢 他首次的承认 他说呢 就是 北京市原来的副市长 刘志华 呃 这个案件 是他主动揭发的 而且当时 中纪委要他 交出了有关的材料 从 从文字 到图片 到 甚至到这个录像 他说我一步一步的 我都 都 都自己做出来了 也就是说 这个录像 也是他 他安排做出来的 这是他首次承认 那么他画风一转 他又说呢 现在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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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政华呢 又让他交出 你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 这个 像孟 那个叫孟 是吧 是那个六十的那个 那个 那个十八盘 嗯 他们是 原来说有十八盘 那个中共高层的 赢灰录像带嘛 傅政华问他 你手上有没有 他没 他说呢 你现在要逼到我 要逼我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我就给你找出来 你认为他 是不是有 拥有这种 所谓的这个 这个录像带 或者是 还是一种 仅仅是一种威胁 这个 关于这个问题呢 台上的说 这个 国文贵学生呢 是贴受矛盾的 那么 他呢 呃 他自己也说 嗯 说这个中国大部分的 官员还是好的 这个坏的官员呢 只有 像傅政华这样的 是吧 一小说 因为今天 傅政华可能是 我估计他 为什么扯恨傅政华 肯定是 傅政华 有威胁到他了嘛 那么按照 国贵学生的这个理论 说 中国的大部分的官员是好的 那么 从我在中国大陆 这么多年的这个 经历来看 我个人认为 中国 这个官员的主体上来讲 特别是到了高层以后 这些官员 他们在他们的 成长经历 履历当中呢 都是 仅小胜为 债债债债债债债的 这个 这个东西呢 是由大陆的这个 政治制度 所决定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 有一部分官员 就是说 这个 正如媒体 正如港澳 和国外的媒体 所报道的那样 他们有那么 恶劣的东西 那么这个 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 与这么 这种级少数的官员呢 已经得到了成熟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中国的 中高层干部 大部分 是好的 我不认为 郭文贵能掌握他们 什么 什么样的一些证据 这个 这是我发自耐心的 一句话 那么 另外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说 这个 郭文贵 和掌握的证据 是吧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 每个人 如果把每个人的 思想和细节 都被 拍成视频 都被夸大 解决了 那么 我个人认为呢 那么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个具体的人 是吧 那么你要 用这种办法来 对待每个公民 我们不是领导 而不是一个高级干部 就西方来讲 这种做法 也是很卑鄙的 是不是 那么关键是 现在这个 这个 潮流啊 我觉得 他这种说法和做法 过去嘛 对很多人 对于威胁 现在我觉得 也威胁度不大 我觉得他做一个 普通的 如果实现了 马届这种 国家安全的这种 特殊的权力 来 来来来来来 这种东西 我个人认为 他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他也冲起来 就是危险 就是放空炮 就像他过去 造了那么多谣 说 某一个领导 在日本 有价值几个亿 十几亿的房产 后来 后来 很多记者 包括我当时 也派人到日本去 跟东东调查了这个东西 我认为呢 我们调查的结果是 根本是 主须无有 那个地区的房子 充其量 最贵的房子 也就值人民币 不到200万 咱们可能跟那个地区 那么跟小楼 就能几十个亿来 十几个亿来 所以说这个工贵先生呢 有时候 这个说话的时候呢 有时候是自相矛盾 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那么话再说回来呢 这个说谎呢 他组组漏洞百出的 是吧 那你比如说工贵先生 说他在海外赠了200亿 那行了 这个问题是吧 你200亿有没有纳可记录 对吧 他不是说博信老造谣吗 那博信就传过来问你 那你这个两百亿 你给我说说 这200亿的这个 纳税证明在哪里 这个媒体 有这个提议文 应该不过分吧 是吧 这个媒体 就顺着这个东西洩漏图 了解一下情况 这不是违法吧 这不是诬蔑吧 你说是不是 那他实际上 他最近还放风呢 就是说呢 博信在报道这个事件中间呢 有意的歪曲事实 对他进行诬陷 他甚至要动用律师 来告这个博信 那我觉得 作为你是一个当事人 你觉得 你可以评价我们这个博信 在这个报道中间的 所作所为 对此你有什么样的 一些看法 我实际上 我没有和博信的任何人 有过经济往来 比如说你财化一下 说我又给了几钱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说 我没有给媒体 花过一分钱 就像我们之间的交往 我们没有一分钱的经济往来 这个路由呢 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因为在澳大利亚也罢 在美国也罢 在中国也罢 那么你要说了谎的话 那你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这是前提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博信在报道 别的事情我不知道 在报道我们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愿意把这个证据 如果他通过法律手段的话 我们也希望国文贵呢 越来越能够有法律意识 那么他也在美国待了那么长时间 也应该对美国的法律训续和制度 有一个了解 那么我们没问题啊 说国家到底是说的假话 还是说的真话 是谁误略谁 谁威胁谁 那么可以通过法律渠道来搞清楚吗 我们现在就怕 不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问题 我们就还把通过超经济的 黑社会手法来解决问题 没关系啊 那么他需要我们提供证据 那我们会绝对配合呀 我们需要通过正道的途径 通过正常的交往来把这些事情搞清楚 谁都责任谁污蔑了别人 谁威胁了别人 现在证据都在嘛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说 谁承担法律责任一清二楚 我认为博信在采访我的过程中 我们之间是透明的 我认为基督与40是没有什么大的出入的 嗯 那反过来说 确实有的媒体 就是说如果有个别细节方面的 一些出入 那我认为媒体不是法院啊 媒体不是法庭 其中的证据都又是多大一句 那么媒体 不可能对这个世界的绝对真实性负全责 只要媒体没有群意地去歪曲事实 是吧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 我认为呢 媒体的责任就是我 客观公正地把你的声音表达出去 但你的真实性 对你的这个声音 这个观点的倾向性 我媒体不可能 全面涵盖这种责任 我也没这个义务 好 就像那个明健把公文贵先生的这个 这个采访播出来一样 那明健不可能对公文贵先生 就是所有的 设计划的真实性负责人啊 他只是说那我接 我采访你 那你设计划我就播出去 媒体媒体 它就是一个中间嘛 嗯 是吧 是 那是我记得我曾经呢 给公文贵先生写过多次邮件 我就是要声明呢 就是说 郑建福先生 和那个谢建生先生一直在 就华太这件事情上 就是在问题上 对这个公文贵进行指责和指控 我希望他能澄清 你跟我讲一讲 他们两人说的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呢 或者错在什么地方 但是他一直就没有理会我们的邮件 也不给我 也不拒绝我们的采访 我想 我想这一点呢 我想再次的想那个郑建福先生 您觉得我们这样的这个做法 你觉得是不是符合这个媒体的这种新闻原则 因为 因为 博信和我的交往当中 一过去的采访 完全是在自由 平等和轻松的状态下 那么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成熟四十 我认为 这个博信和我的交往过程中的 所有的程序和法律手段上 我认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甚至是没有问题 是吧 因为这个对媒体的邀请 可能 比如说 一些国家 一些国家的对媒体的邀请 是有差异的 但是对西方媒体 你们克首的原则来讲 我觉得是一个 敞开透明的 公正的 是创作预言的 包括一段时间 你们采访公文会学生 也是 也是可以把他的关系 表输出来 因为你们 在我们和公文会 这个复杂的 这个案件 这么复杂的线索当中 靠你们去 搞清楚 谁吹谁吹 你们去把这个事情 理清楚 是不可能的 对吧 这个法律 我们中国大陆 动用了那么多的力量 要搞定这些事情 也得考解 才能把这个法律关系搞清楚 何况你们是媒体 你们每天都报道 全世界那么多的信息 所以我觉得 郭文贵先生这种说法 他也只是 表达一下个人的倾向性而已 我觉得 作为博士来讲 那么你们的这个原则 是没有大问题的 就是在采访我们 这个整个世界的过程中 好 那再有几分钟呢 就是郭文贵先生 和明镜的 这个第二次 这个采访的即将开始 那我们也 也希望那个 郑建福先生呢 再听到 这个郭文贵的第二次 这个采访以后 继续和我们连线来讨论 有关这个郭文贵的这些言论 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 种种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历史的纠纷 那么再次感谢 这个郑建福先生 岳阳进行我们的 对我们的 我们对你的采访 再次感谢你 谢谢你 再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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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